大家好,我是港珠 繼續跟大家說說我自己在英國 由出駕到買樓、收鎖匙到裝修到入伙的整個過程 今集就是想說說家居改建 裡面牽涉到的Planning Permission 規劃的許可 我自己是有將屋本身有一個車房 因為有些屋本身包含著一個車房 我將車房改了用途 又本身是泊車用途 轉了做一間書房 整個過程怎樣去做呢 我是自己申請還是找人去搞 中間遇到什麼要處理的問題 以及整個流程搞多久 要花多少錢 都會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無論你是將會做業主 或者已經做了業主 你有興趣做規劃申請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的經驗 當然我並不是一個規劃專家 我不敢說自己認識很多 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理解 和大家講過我的經驗 多來多一個參考 開始之前賣個廣告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今後新見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順時間次序去講一下 整個申請的流程是怎樣 首先 其實那個準備功夫 在我未正式收索之前已經做了 因為收索時已是最後一步 我自己都希望 可以盡快搞定這個規劃去可 盡快可以動工 所以其實當我還在交樓的後期 因為我賣二手樓 即律師還搞文件 按揭契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去找人 一些專業人士 去看看怎樣去做這個規劃去可 但第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你需要不需要下規劃去可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我認為有需要呢 不是說因為通常人做要 有些準則的 怎樣知道呢 大家可以去一個網站 叫Planning Portal 上面就是有一個 可以說有很多的例子 一個叫Common Project的Database 裡面是列了很多 一些常見的家居的改動工程 究竟是否需要有Planning Permission 規劃許可呢 在什麼情況之下 才需要申請許可呢 他有一些很簡單的指引給大家 即是大家不需要盲蹤蹤 看完之後覺得 你的情況可能有機會不用 你可能會定些 當然你也可能是值得找一個專業人士再問一問 但它裡面寫出來說 你的情況應該是要申請許可 大家不用想了 快快去想想怎樣做Planning Permission 這裡大家可以上網址 我將連結放到今集的簡介 大家可以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我看完這些資料之後 我就有一個概念 有可能是要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問一問 如何找專業人士去問 你如何找一個人去問這個問題 是一個方法 當然是在網上找 例如你去Google搜尋 比如說 Architect 或者Planning Permission Application 然後就是你的區的名字 你就會找到一些 可能是一些 顧問公司 或者是一些建築師 一些專業人士 哪個專業都好 他們可能是會有些網站 他們就是自己的業務 網站 其實他們是做這些Planning Permission 這是一個方法 你可以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問 看看會不會他們可以為你提供服務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這是我自己用的方法 我就是看看我居住的地區 附近 有沒有曾經 之前是有人做過類似的事 就是一些車房的改建 一定是有的 通常都有的 也不難找的 譬如說 你自己那間屋的那條街 或者附近的那條街 你走在外面看 看到的 誰有改過 這個車房改了 很明顯 因為通常那間屋的大部分 的結構和設計都差不多 有些是不同了 你自己有做過改動 同樣道理 也適應於其他大家在想的工程 例如整個Dorman Extension 整個Side Extension 如果你看到你的區附近 似乎有人做過的 最簡單 你可以上回美國區的Council 的網站 通常你找一個地方 可以搜尋一些Planning的Applications 你可以輸入地區的 油證編號 或者它可以分為不同的 細區有個List的形式去找 總之怎樣也好 你如果知道哪裏有做過的 你分享那個地方的Postcode 地址 找得到 你找得到 這些曾經做過的工程 他們當日申請的 規劃許可 批准的資料 包括就是 他們很多時候 有時候近年 你會看到 入圖是什麼樣子 他們的改動圖籍 你會看到的 還有 就是Council的Case Office 為什麼會批准 這個改動工程 他們批准的理由是什麼 或者反對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會看到贊成 或者批准也有 看到不批准也有 你會看到所有的理由 而最重要 我覺得 如果你有信心 你自己去做 如果你有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 你會覺得 花點錢 找一些專員人士做 這就是我的方法 因為剛才我剛才說完 就是你找到整個申請相關的東西 包括 申請表 當然 敏感個人資料 比如電話號碼 E-mail address 它是掩蓋它的 但你會找到 比如說 如果有通過的Agent去做 一個代理人 比如一個建築師 它會有個名字寫著 另外就是圖籍 圖籍上面 有些公司 有些顧問 他們是喜歡 將他們的標誌 放進去 不知道是否也容許 總之會有一個標誌 你會看到哪些公司的名字 那就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一個個人資源的建築師 你會看到他的名字 有些會寫下去 有些我看過 不知道為什麼不寫 可能他不想做生意 宣傳 你會看到圖籍上面 有標誌 你會知道原來這些人 這些專業人士的顧問公司 他是有經驗做過 我心目中想做的 同類型的改建工程 而且在我居住的地方附近做過 這個就差很遠 因為他有經驗 他不單有同類工程經驗的申請經驗 他還有就是同類工程 在你區的申請經驗 就是說他比較大機會 我不敢寫包單 他比較大機會 知道這一區的批准 會不會有鬆有緊 或者這一區通常 那些案件會關注什麼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些 地區成的鬆緊張 但是我會覺得他會比較熟 熟一區 他又熟這個類型工程 我這樣找到 找了四五間 我全部就發電郵去問他們 我有這樣的東西 我有興趣 我問的時候 是未收鑰匙的 所以我又是用回 當日買二手樓的時候 那個連結 即是地產網站的連結 訂給那些公民公司 訂給那些建築師 那些 這個就是那間屋 我將會收鑰匙 我預算是什麼時候會收鑰匙 但是我想初步了解一下 你會不會提供這個服務 幫我做一個計劃的項目 你是可不可以 幫我做一個很簡單的畫圖服務 你畫不回我心中想的東西 我自己有個概念 我就拿了那個放盤 地產放盤的圖 通常有一個圖籍 我自己就 畫了幾筆 我這裡想怎樣怎樣 就挖著 這裡是車房 我想變成一間書房 我就把我這個草稿圖 就給他了 你做不做到 有地址 有這個圖 他們可能會回答你 有興趣做 可能會給你一個價錢 例如說 由開始處理你的申請 應該說跟你談 怎樣做到 真的拿到整個批准 要多少錢 另外 通常他會說 之後 我可以幫你搞 找盤頭 幫你管理工程 員工 全部幫你一條老婆 都可以 可能會分階段 有不同的價錢 這個就是我用的方法 我覺得 是合理的 至少你找一個有經驗的人 我找了幾間 有些是電話溝通 有些是電郵溝通 甚至有一個他親身跟我見面 因為他也是附近 一個國人之業的建築師 他跟我親自見面 然後 他想去看 我說還沒收鑰匙 你看不到 你外面有望外觀 不用我帶你去 你自己走過就看到 沒有去到 但我跟他有親自見面 坐下聊過一會兒 說完我的想法 等等 每一間都說 其實是 你這個情況是需要申請規劃去學的 我可以幫你做 怎樣怎樣 我有經驗 怎樣怎樣 需時多久 全部都說完了 我又是用標準 他解釋得好不好 我會不會聽他說完之後 有信心 他有信心 當然收費也很重要 其他事情 都比較了 我決定最後選了一個建築師 去幫我做這個規劃去學的申請 我就跟他說 我有機會找你幫忙 不過當然 大前提醒我先收鑰匙 這些東西 未收鑰匙也不可以作實 好了 當我真的收鑰匙 我就馬上跟他說 我今天收鑰匙了 不如約你過幾天 於是約了好像三天之後 真的很快就去現場看了 其實因為前期 我已經給了一些草稿 很噁心的草稿 給他看 他已經有個概念 知道我大約想怎樣 所以當我正式說 找你 即時就是 給頭期的款項 然後就可以預約了他的職業 在現場收鑰匙之後 就進去屋裡走一個轉 去看 他也有個同事 去量度一些尺寸 去畫一個圖 去畫一個準確的尺寸 在現場有些想法 例如窗要多大 進去的門是怎樣 聊了一些細節 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會幫我準備申請 他在進入之前 也給我一個圖 我看過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他幫我填表申請 他是網上搞填表 於是 會有一條連結給我 他叫我付錢 我按照指示給錢 然後就給錢 然後就開始處理 整個過程 他用了好像兩個禮拜 去做一個確認 去核實一下我申請 然後正式就說 我核實申請了 我接受 我會處理你的申請 然後 然後 然後就說 如果想快一點的話 即是個監製的案件 想快一點的話 不如你拍些相片給我吧 我就不用親自來一趟 他可以不用親自來一趟 原來我都不知道 原來原來 原來建築師那天 和我在家屋裡見面的時候 他已經拍光了 我不知道 我以為他普通拍照 就是差勁 原來他早知道 這個案件 最流行是拿相片 他就知道 其實他可能是夾慣的 接觸過很多 他知道他要什麼角度 他就拍光他要的角度 因為他那個電郵 council那邊 是說明我要什麼角度 屋前廟後面 什麼角度 他就一早就拍好了 所以呢 council case office 一出一個電郵 出來問之後 不用一個小時 建築師已經把照片都扔過去 便非常有效率 本來我就想問他 要不要開門給你拍照 他就說不用了 我已經有照片 我發給他 很快便可以解決到 這個前期的過程 在這裡 先停一停 說一下 如果你自己申請又怎樣 其實是可以自己申請的 如果大家有去到 你的council 找過一些相關申請 或者曾經有其他人做過申請 你可能會看到 咦 為什麼有些人的圖 不像是電腦畫的 那些事事正正正 我見過最惹的那個 即是說一下 最惹的那個 好像是一張普通的白紙 上面 用手去畫 好像原子筆一樣 畫 而且一些線都不太直 我懷疑他不知是否 連間尺都難得用 那個申請人 自己畫 然後就扯箭嘴 指著 這裡是怎樣怎樣 畫 這裡是怎樣怎樣 交叉了原先的門 改在哪裡 那些 我見過這類的申請 都批的 因為其實 council從來沒有說過 一定要通過一個專門人士去申請 我又不是想影響這些專門人士的飯碗 或者他們的生意 但技術上是可以的 是可以這樣做的 是可以自己進去申請 你不需要畫得很漂亮 或者把紙自己畫到一樣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 令到Case Officer明白 你的改件是怎樣的 有些Key Dimensions 你要給他一些 主要的尺寸 你一定要有 因為那些會影響到你的規劃 可以申請 例如有些人很流行 會在後面re extension 移到花園 它有限制的 譬如說 如果最基本的那隻 獨立Walker是4米 Terrass是3米 你都要告訴他 所以我會覺得有些幫助 剛才說的 例如計劃 通常會提出一些指示 在什麼情況下 你需要進入 以及有些限制是怎樣的 如果你決定自己進入 看清楚這些資料 學習一下 其實政府還有一套 技術管理 不過是很深的 你失眠的時候 拿來看看是不錯的 沒有什麼圖 有很多字 有很多很難接觸的 技術上的字眼 如果不熟悉的話 就找人做 不過如果你覺得 想自己試試做一下 其實是可以的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自己去入表申請 你一樣可以 好像有hard copy 你可以填表 也可以在網上填 因為填表交錢 然後提供相關資料 一樣他都會考慮的 後來我就看回他最後批准的文件 寫說他曾經諮詢過幾個鄰居 幾個鄰居 幾個鄰居 被檢討的 他有寫出來的數目 他沒有說誰 但是他寫了幾個 諮詢過 所以我假設他可能有書面通知 左右 就說 現在有條貿易 就是你鄰居 他又想申請 你怎樣 你同不同意 反不反對 他還有圖 我不知道他給他上網 去下載 或是連同圖 送去我的鄰居 因為後來跟鄰居 他說 我看過你的設計 你想這樣改 他講了我 想怎樣做 他就看過圖 這個就是 中間發生了的事情 然後Case Officer 會根據一些 既有的規則 我相信是一些準則 即是不同類型的工程 有什麼批准的條件 有什麼要考慮 就應該去檢討 去檢討 這裏 是我說少少 這個叫做 Permitted Development PD 就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如果你符合這條件 其實你是不需要 正式去申請 Planning Permission 你可以有一個 許可發展權的情況之下 理論上 你可以不需要 去拿一個規劃去可 都可以做一個工程 但通常 無論你是問你的建築師 或者是問 譬如說 一些 你做按揭的 你做改建工程的時候 都要問你那個 按揭公司 我可以嗎 這樣 通常他都會建議 就是 要麼你正式去做 Planning Application 因為 有根又強 有底 然後你賣出去又可以 而且不會引起一些誤會 你究竟有沒有違反規劃的條款 還有他怕你自己弄錯了 以為是 許可發展權 原來不是的 原來不是PD 當然 也可能是生意 尤其是建築師 他計劃 你最好申請 有可不可能性 這個是一個原因 其實如果你可以不做那個動作 另外一種 據我有限的理解 就是 Certificate of Lawful Development 就是說 你是可以不是正式經過一個全部的 一個叫做Planning的許可 規劃許可的申請 你可以就住你這個你認為PD 你認為這個許可 發展許可的範圍裡面 你是可以問那個council 拿一個合法證明書 如果翻譯了 可以叫做合法證明書 就是他會出一個證明書 就證明你這件事 是符合了這個規劃的法例要求 不需要有正式的規劃去可 都可以 所以 它是一個簡化一點的流程 不是那麼細細去審 它只是純粹看看 你是不是符合Planning的範圍裡面 是的話 它會出了這個證書 你拿這個證書 就安心很多 就是日後什麼時候 有人質疑 例如你賣樓什麼時候 不是啊 我有的 我有PD的證明書 這個是一個保障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理解就是這樣 你是可以 因為PD拿一個合法證明書 你也可以 做一個Planning Permission 沒有人阻礙你的 但有些情況之下 你不可以 用合法證明書 你一定要Planning Permission 所以這些都是 有不清楚的話 可能問回專業事意見 這樣 Council也有些諮詢服務 通常他好像有個方法 可以給一個基本初步的Planning 即是前期的諮詢 你給他一些基本資訊 他就會回答你 好像也要收費 但是 會有一個基本資訊的功能 或者一個步驟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服務 但是講諸自己不是 我又不是什麼規格專家 找人去做 找專業人士 還有呢 因為我見過我一區有人 是衰過的 做這類型的申請是衰過的 沒有了 我找一個有經驗的 好像剛才所說 找一些曾經做過同類的工程 你幫我做吧 所以他就幫我做了一套 首先 剛才所說的確認 核實資料 用了兩個星期左右 然後 他用了好像 七個星期 八個星期 總數不用十個星期 他就會批了 很開心 批了 他會有封信 通知我 批了 然後 也會在 Council網站 你也會看到 在申請期間 當他確認後 你也會看到 你申請過 其他人也會看到 你申請的資料 當他批了 他轉了 做granted 那個status 批准已經許可 批出了 他又是 會轉了status 又是找得到 你找得到 所有的圖案 還有case officer 為什麼批 我看回 他考慮了一堆東西 譬如說 你沒有車位 究竟還敢不敢拍車 會不會影響到 當區拍車位 街道會不會令車位 不夠位拍車 他會考慮 他會考慮消防安全問題 他會考慮外觀 會不會影響到 不夾 因為這裏很著重 這件事 不會像香港的村屋 那樣亂七八糟 那樣 這裏的house 改建影響外觀 他會看的 有些人會否決 他要你的申請 他會說 你有什麼顏色 長身 用什麼物料 跟原先的物料夾 跟隔壁 跟隔壁有夾 他問了這些 所以 他也算是仔細的 挺板子 很詳細 這個case officer 說了 他為什麼批准的理由 這個就是 叫做可以過關 於是 就是可以做 當中大家留意 他有沒有一些附帶條款 我見過有些 他就說 正式入伙前 麻煩你回來 去做一些最後的 去Discharge 一些這樣的 conditions 他會可能 寫了一些 conditions 加了一些條款 一些條件 你是要Discharge 那些條件 你就是要 再找回Council 那邊做的 那 如果你是找了一件事 你找回那個 當日幫你做那個 去搞Discharge 這些 conditions 這個很簡單的做法 有些沒有的 他沒有需要你 再回去找Council 這個情況下 你又不需要特別 去跟他報員工 我聽到建築師說 不用的 你不想跟他報員工 他也沒有Condition 他也沒有提供 在你申請的Condition 你不是員工 就可以了 這是我建築師 跟我說的狀況 整體來說 就是 前期 我建築師 講一下時間 前期 他用了 未收取事前 他用了一兩個禮拜 和我談完之後 初步看過 但他不會正式動筆 去畫任何東西 因為 不可能 我還沒有正式動筆 好了 都提供了他 之後 他用了一個 一個禮拜 鬆一點 畫好圖 給我看 看完之後 我當然沒有問題 馬上去吧 他就幫我進去 然後兩個禮拜 做核實 之後用了七個禮拜 算快 因為理論上 可以去到十個禮拜 他那一陣子 不知道是不是不太多 申請 結果 在兩個月 左右 就已經 兩月 就批了 這就是整個流程 至於錢 有便有貴 我問過幾間 幾個不同的 顧問公司 或者建築師 但一般來說 他幫你做了申請的動作 只是入表的用作率 可能都是幾百磅 再貴一點 我都覺得不值 幾百磅的東西 因為 很簡單 他們經常做習慣手勢 又不是複雜的 在我的個案 不複雜 如果你真的很複雜 那些大型工程 當然是另計 另外就是畫圖 畫圖 也不是很貴 他收我 不是很貴 一兩百磅 就是叫做畫圖 因為他量度一尺 畫出來已經可以 很簡單 然後 設計的過程 他又會有收少少錢 收幾百磅 不只是畫圖 是詳細設計 他給了我兩個選擇 因為我是建築師 他要做兩套 然後叫我選哪一套 最後我就是兩套合起來 有些細節 例如窗多大 門怎麼開 那些 他給了兩套不同的版本 我就把兩套 我喜歡的 混合起來 做了一個變種 所以 那裡有牽涉到 他的收費 是斷鐘計 他一開始 他預計 我假設他可能80磅 一個小時 他如果預計 他要做四個小時 那就320磅 他就報這個數 給你 通常都是我理解 都是用這個模式 他自己預計 他自己要花多少功夫 下去 於是他報價給你 我知道 可能有些人 真的是斷鐘計 你逐個逐個小時 他跟你計 事後集那條數 之後給錢 也有的 我用這個就不是的 他預先預算多少錢 他就收這個費用 這就是他的收費 當然他後面還有那些 最後我沒有完全選用他的服務 剛才提過 譬如說 我可以幫你找盤頭 出賣標書 我可以幫你管盤頭 每個星期下去 看看進度 和盤頭開會 和你搞到一條狼 包生仔 都可以的 那我就沒有了 因為一來都不便宜 二來 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都不是住得很遠 我都是附近 我自己來看 我膽躁躁 行 我自己搞 所以我沒有用後面的自服 沒有 他有報價 那裡才狼死 因為我猜他也是預算 可能一個星期 一個小時下去看 他當你的工期 可能是八個星期 十個星期 他就成功 另外還有一些文件 加起來也有很多錢 最後就是沒有用到他這些 project management的服務 但大家可以問 大家可以問一下 如果找了一個建築師 找一個報價 可以問他 你做不做這些 如果他肯做的 你又覺得 我不用煩 不如找他做吧 當然全部都是錢 大家可以自己考慮整個過程 總結 以上的我的經驗 我可以這麼說 計劃是一個很頭癢的事情 頭癢在於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是否適合你 是否會批評 其實我們未必這麼清楚 這些不是真正做計劃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有幫助 找了個資源的事 幫我去做 因為他解釋了一些地方 為何要這樣 為何要這樣設計 這樣才能發達計劃的要求 他給了一些方向給我 所以令到整件事 就涉配功半 如果自己做 就真的好看 你是否會理解 那個設計 另外 補充一件事 我知道有些人 會直接找個盤頭做 盤頭幫你進去 其實他可能再外判給建築師 或者他幫你進去 他也是用圖畫的 他也是用圖畫的 也可以的 如果你有信心 其實那個盤頭 他是有經驗的 例如他做了很多這些屋 他都知道怎樣 其實真的可以找他做 既然我不是想打爛任何人的飯碗 或者他們影響他們的生意 總之你覺得OK的 你有信心的 就去試 我覺得最有用的方法 就像我剛才說的方法 純粹針對計劃那件事 我找一些曾經在附近做過 這類工程的 成功拿到批文的 我會有信心大一點 這個就是我的做法 但當然大家有其他方法 譬如說 我知道有些香港人 他們來 有另一個香港人家庭用過 我信心 我問他拿一個聯絡 我又找這個人 有一種是這樣的 甚至有些人會 找一個香港人做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這樣的改動工程 他那個比較大 差很遠 我有些蚊子 工程複雜很多 整個屋 好像抗戰了很多 這裡有加 他找了一個香港人做 香港人好像在這裡讀書 然後拿到一個牌子 所以就是專門做這些屋的改建 因為同聲同氣 這個是香港人 我有朋友就找香港人去做 又是會覺得容易溝通一點 還有就是解釋到 有時候你解釋不到給他聽 你想怎樣 可能我們說出這些英文 又不是厲害的人 如果有一個同聲同氣 會好一點 這個也是可以考慮 如果大家覺得可以 找一個香港人 安心一點就找 我絕對覺得沒什麼所謂 不是說電話香港 也不是說電話本地人才好 最重要就是 你覺得他是聲任的 那就OK了 今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 做Planning Permission 的Application經驗 跟大家做了分享 我怎樣找到 整件事幫我手做 整個過程是怎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知道 會不會我講漏了 可以在下面留言 去分享一下 或者問一下問題 如果你也有做過 在英國做過的 這些規劃的申請 都可以留言 分享一下 你的個人實戰經驗 這些很重要 給其他同路人有個參考 多謝你收看和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因為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